水地浴 大家好 我是余波 電單車世界中經常會有一句說話 形容下雨駕車 那句說話叫做 唉 濕了 不能害怕 今天我會和大家極限地實測雨衣 來一個電單車的水地浴 歡迎介紹 介紹什麼 不就已經射了 今天會邀請秦鳴和米奇 一來一代 不是二一代的 給你感受一下 好天曬 下雨淋 你不停泵氣 先穿好這套雨衣 水地浴 哎呀 米奇的樣子好像消失的淋電油 你說吧 欺負我 這個機器再開 欺負我 欺負我 我們為了測試 塞進去袋子裡 塞進去袋子裡 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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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猜測嗎 不是 蚊長一點 蚊長一點 蚊長兩條 好 這樣才能駁到我的尺寸 這樣吧 這樣吧 是不是要給壓力 你可不可以快一點 對 不好意思 大哥 喂 快一點 那我們現在 就已經幫他 設定了位置 在那邊 看不見到 有一張空椅 一會兒 他本人再過到那裡之後 然後我們有請米奇 再幫他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預備我們的 水地獄 一個人過去那邊坐下 米奇幾個密碼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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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10 10 10 12 10 1 10 10 1 20 12 11 不及其次去幫他打掃 幫他申請出來 不用怕他 還要賣品牌 平時歡呼喝 台灣羽衣品牌爆加利 源自於東新塑膠有限公司 東新塑膠有限公司成立於1979年 公司產品由農業、漁業用的強硬海膠羽衣 逐漸轉型成為日常生活用的羽衣 2017年成立的保加利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產品都是由他們自行研發製造 結合電單車羽衣的防水、透氣需求 和戶外休閒功能 爆加利是台灣最高水平的電單車羽衣品牌 他們推出多款系列的羽衣 適合各個用途 其中有兩款很適合電單車騎士所使用 分別是B01兩件式羽衣 和B03的一件式羽衣 而畫面穿著的是B01的兩件式羽衣 我現在怎樣扭油 怎樣模擬開車 你是不是有人踏著我 不管了 總之自己有辦法 布料方面採用了輕量化的超細纖維布料 B01款式重量只有800克重 一件式一只有700克重 厚度只有0.15mm 比起市面上的兩件式羽衣 輕一半以上和薄一半以上 超薄的設計令到羽衣非常透氣 和易於收納 不會像傳統羽衣那樣焗身 表層經過TEPBONG防水處理 由美國杜邦公司的授權 表層裏面有專利化學塗層 達至超強防水、防油、防污 好 OK 別忘了 兜頭淋它 它擁有高達20,098mm的內水壓 內水壓的定義是 單位面積可承受的最大水壓量 防風暴雨下 大約的水壓是6,000至7,000mm 市面上電單車雨衣的內水壓 大概為10,000mm 而鮑貓的魚衣內水壓 高達20,098mm 主要是試一試 太大魚 內褲濕了會很不開心 內褲都濕了 魚衣除了有效防水之外 潑水性的塗層 令到魚衣更難沾上油漬和污漬 海奇 我命令你 你給我臨家會在我家裡兩千元人工 兩千元會不會太少 我也不肯 你瘦擺了 全世界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去他後面打頭臨 大力 裡面進了泡 你把鏡頭進了 日常駕駛電單車 面對著車速、風力、帶著雨水的高水壓 拉鏈上有防水蓋片的設計 再加上雙層拉鏈的設計 有效防止雨水在拉鏈中間的轄防滲入 另外衣嶺還有加高設計 嶺口和下巴的位置都有可調節的抽繩 而羽毛亦都可以收納和站嶺 救命啊 救命啊 沒有了 你不想住 我買一部R1給你 沒有了 太遲了 幫你打掃 最新服務的PK 你不要打掃 天啊 他真的不乖 你有一手 我可以 當然 你挺舒服 PK V01是一套只有0.15mm薄的雨衣 因為比一般雨衣薄 所以你可以戴上雨帽 再戴上頭盔 完全不會有雨水滴入頸部的機會 雨衣內層有抗菌內裡網眼部 可以達至除品除臭的功效 雙層手袖和魔鬼煎有特別的設計 可以將彈性手袖套套上手掌 指露出手指 也有多一層魔鬼煎的設計 有效防止雨水在手腕之間流入 還有獨家專利背包可延伸的設計 大家穿雨衣平時就不用脫背囊 就這樣一次過穿上雨衣 方便日常都需要背囊的人士 雨衣上面還有3M高係數的反光錶 反光的錶記可以在大雨裏 令到其他道路駕駛者致意到你 包加尼B01兩件式雨衣 還配有雨褲 塞蓋是由3D立體剪裁而成 修身的雨褲令到大家駕駛的時候 更加容易屈曲雙腳駕駛 方便操控 我把泡貼放進去 我不玩 米奇解鎖 幫它靜身 我把泡貼放進去 不停 我把泡貼放進去 我把泡貼放進去 你拿著 功勁 看不見 好了好了 原了 除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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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騙我 完了 洗乾淨了 你先清水油 先清潔了 不要理會它 我不要理會它 你清潔水劑 好累啊 這個進行檢查的儀式 首先 手 手啊 我把紙巾給他拿 拍到嗎? 看到了 對 先刮刮刮刮 我把紙巾給他拿 多鏡 你撐住吧 去三二聲 滴了滴下去 好 我的下盤 下盤和JJ都是沒有濕的 你脫下衣服 你脫下衣服 我怕我頭髮有點直到 洗衣服出來 對了 完全沒事 沒問題 看乾的 看乾的 好 褲子 對 其他件 都是乾的 很乾的 很乾的 現在我會叫明仔幫我射濕 牛仔褲和射濕我件T-shirt 給大家看到分別 喂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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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濕了 這個是濕的 對 對 深色了很多 來一下吧 來一下吧 沒有問題 來吧 我看到兩條蟹 背部吧 背部戴一下 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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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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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20分鐘的水地獄 全身都是沒有濕的 所以證明這件魚褲 有它一定的防水功效 好 現在先脫下裝備 我們去下一個環節 收拾東西 很累 魚衣選擇教學 我建議大家購買B01兩件式魚衣 因為魚衣能夠完全包覆全身 方便駕駛不同車輛 在穿著上 記得買鬆身的尺寸 魚褲建議遮住屁股 如果貪美的你們 你們可以選擇穿小一個馬 整件魚褲看起來會更加貼身更加有型 也可以當作時裝穿 但是魚褲包不住屁股 要型要漂亮的代價就是底褲也塞了 而駕駛綿羊仔或者外賣的師兄 追求極致方便 可以選擇B03一件式魚衣 魚衣採用一件式大褲的設計 魚衣長度大約到膝蓋對落 也可以配搭水鞋和鞋套 整個設計方便乘坐在綿羊上面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魚褲 就要額外購買 穿著教學 鮑加尼魚衣採用薄身設計 穿著魚褲時可以先戴上魚帽 再戴上頭盔 或者將企嶺、魚帽的部分 放入頭盔底部 魚水就不容易因為頭盔而流入頸部 雙層手袖的特別設計 在不戴手套的情況下 可以將彈性手袖套戴上手袖 而露出手指 再用魔鬼尖包緊手腕 而在戴手套的情況下 將手套套在彈性手袖上面 再用魔鬼尖包住手套底部 鮑加尼獨特的手袖設計 能夠有效防止魚水在手腕流入 駕駛電單車 腹部有機會會因為魚衣彎曲而產生積水 令魚水有機會流入衣服裏 穿著時記得 將魚褲上身底部向內收納 避免兜著魚水 保養教學 因為魚褲有Tephrong防水塗層 一般30分鐘就可以完全掛乾 為了有效保護Tephrong防水塗層 請避免用力摺疊魚褲 非魚櫃時可以將魚褲在家掛起 放在車廂內 盡量遠離高溫 有尾箱的話放尾箱 記得用它附送的袋子入好這套魚衣 清潔方面 魚褲有潑水防污的設計 只需要用清水輕輕地手洗 如果因為不記得掛起魚褲而有浸泡味 可以用溫和的洗潔精浸泡和搓洗 手洗完之後掛起它的浪杆就可以了 為了配合魚褲的使用 鮑駛也有推出B08防水內行的手套 同樣有20,098mm的內水壓 手套設計較長身和有速口的設計 有三合一專利防水結構 也有專為電單車騎士而設的防滑和竹瓶設計 嘻嘻嘻嘻 嘻嘻 一分鐘進去 還有特製的防水鞋套 它和市面上全膠鞋套有點不同 鞋底有加厚防滑內磨的PVC鞋底 雨天濕地踩到地上防止大家滑腳 直接將整雙鞋穿進去 鞋套的高度去到小腿的中間 配合魚褲就絕對不會入水了 設計上也有銀色的三陰反光條 鞋面有彈性橡筋能夠貼服鞋面 而後方也有拉鏈和魔鬼貼 可以自由調整大小 我們經歷過無數次巨魚下 測試不同魚衣的品牌 最後挑選了Balcali的魚衣 推薦給大家 20,900mm的極高內水壓 極薄和極透氣 薄到可以將魚帽帶到頭盔入面 比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魚衣更加強大 而且價錢不貴 還有防水手套、鞋套一應俱全 就算是不駕駛電單車的你們 經常在戶外工作 甚至做職安真漢子 一樣適合你們所使用 接下來這半年的雨季來臨 經常駕駛電單車上班的師兄 或者外賣賺食的師兄 不妨可以換件新魚褲試一下 其他的師兄也可以買定一套的魚褲旁身 就算你自己打水箭 也可以讓你另一半穿 以後下車就不用再大叫 唉!濕了,不要害怕 唉!濕了,不要害怕 最後感謝台灣的鮑嘉莉 贊助弟弟和全公司同事 所穿的魚褲 以及教授不同的知識 有興趣購買的朋友 可以來到香港區代理的 鐵騎步品層你濕到試穿 如果下大雨冷得買 也可以網購送貨 不知道買什麼尺寸的 你們也可以聯絡他們 他們一定會幫到你們 他也有電單車界熱門常用的周邊用品 總有一套適合你們所使用 可以Like他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他們的Instagram 留意最新的產品資訊和優惠 最後建議大家 下雨駕駛電單車 記得量力而為安全至上 千萬不要像某些人一樣 駕駛車駛到暴泉洞入水 有機會再分享 不同的電單車資訊給大家看 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 最新服的,PK 你有一手,OK的 應該啦 別說服喔